今日的最後一套,這一套簡直是精彩 我不知為何近期的魔法作品都是很奇怪的 好像金剛貴又有新版又有一堆 我真的覺得就是,我不知道 魔法設定其實老實說是一個很王道的設定 但王道也不是可以亂來的 當然大家有看過爆問都知道 王道其實是最難寫的,我都明白 很多人將魔法和人力交在一起 魔法又是超人力,所以大家都一種魔法超人力 也是,這一套也有類似的效果 當然我知道,如果以傳統魔學來說 很多魔學的魔法師其實是專精一系的 他專精不懂,他不懂其他東西 他是有微他的知識,但叫做什麼呢 就算他是專精這一系 這一系裡面也有很多多姿多彩的招式 不會是獨孤一味的 就是寧願只會射子彈就是會射子彈 魔法子彈 這類型的設定 我們接著要講的那套就是 WOW,這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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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人魔法師 這套真是不知道做什麼 老實說 我也是有空去看 魔法戰爭是一個沒有女的魔法戰爭 這套是有女的魔法戰爭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魔法戰爭都是有女的 有數字 這一套其實他拿了一個主題就是什麼 魔法戰爭,七大罪,設定的核心 這是一個很抽象的 其實老實說 他將傲慢,然後做正義 其實我這樣說 沒有關係 七大罪這個所謂的主題裡面 他有什麼可以連結到呢 其實是Feel Free的 即是你怎樣連結都可以 他沒有說這麼多東西 老實說 好老實說,尤其是主角阿新 他用傲慢的主題 接著他的研究項目就是控制 那很明顯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應該是貪欲 我傲慢 不如溫柔一扮 我不是溫柔 溫柔是晚上研究的主題 沒有晚上這個主題 然後你會看到 就算Lilis 蜥肉 練金屬 他OK 蜥肉的身材 我覺得不關鍵金屬事 搞錯了 神無悅 他叫做OK一點的 憤怒 憤怒的主題就是破壞 即是他崩壞 他那個人 都還能連結到的 但有些其實 是妒忌 妒忌就有期望 即是他 是將一個 什麼 那個主題 應該是那個書庫的主題 是negative 但是呢 他們的研究的學問 是positive 但是他的說法 就是當你那個人 最不適合那個東西 就是你要研究那個東西 就是Lilis是傻的 就去研究蜥肉的那個書庫 不關事 即是他的wording 是這麼說的 但是聽到很奇怪 其實他是 書庫的那個項目 是叫做他之下 因為有這些東西 所以他是 你當圖書分類 000 有什麼書 001有什麼書 001現在先來香港 而是主題 才是跟你說 跟你本身背道而馳的東西 即是你可以去圖書庫 我們找一本物書 這本書是在中國歷史題目下面的 什麼東西 沒有東西的 這套東西固然的 都是有一個魔法戰爭裡面有趣的 這個是一個學員 很安全的學員 是 沒有說過安全 學員應該是喜劇的 但是這個學員裡面 那些學生是一個消耗品 你看到的 消耗 被校長消耗 在第三集裡面 即是我們新回港道的那個集數 無緣無故阿新再次發問這個 崩壞 你看到那些學生是發了灰的 然後下一集我告訴你 起那間學校 修學旅行 不是要起那間學校 我第一個問他們 那些學生呢 那些學生死了是 沒什麼的 但是我一開始都想 OK的 我當這個魔法世界 在這個故事裡面的魔法世界 這麼殘酷 然後到最後那集 告訴你 其實呢 學校是不重要的 我們最珍貴的資源 是魔導師 學校是可以重建 魔導師是不可以重建 那之前死了的魔導師 主角是完全沒有責任的 你猜猜那些是魔導師 那些是沒有畢業的 那些是魔導師 最後那集是保護著學生的 那些東西是爭不通的 你記不記得保護著什麼學生 全都是女學生 知道嗎 關係 喂 沒關係的 在那集 在第三集裡面的空間燈壞 但是消失的都是女學生 有男和女的 那你始終有消失 有消失是女 OK 固然不知道 當然你說這套東西裡面 的魔法當然是很兒戲 你看到就是 主角學魔法的東西是什麼 我想要就有 他不是學的 他有本書 阿書你幫我點點點 OK我幫你弄完 其實是一個自動程式 就是叫做什麼呢 主角在這一套作品裡面 我不知道其他另外七位魔法士 七人魔法士 那七位 主角其實是作為什麼 作為一個電池 供應電量給這個魔法書 去出魔法 不是啊 你以後是一個月餅的結構 七星半月 它是中間的大月餅 沒關係 即是他發動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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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懂的 他是不需要有理論的 他只是需要說 這個人為何是魔王後補 因為他的魔力很大 就是這樣 他MP多 所以他是魔王 沒有東西 很合理 你MP多 你不懂魔法是沒有用的 我實在說 你說你有沒有消失的 你有沒有想到小明搶了 我撞了 被燒了 沒有了 而這套東西裡面 就是他所有的魔法 都是說 他複製得回來的 或者是他喊的那一刻 就會有了 不是 是臨時學回來的 學校正規堂 他沒有學過的 在臨時 七位魔法是教的 當然還有那個 黃立什麼什麼 那個機構 又說 我們是要消滅 這個會空間崩壞的東西 當然因為 魔王 是有固有結界的三米歷場 消滅也消滅不了他 這些東西 特意殺有戒士說 你們這幫空間崩壞 我就要消滅了 但是跟著 就沒有了 黃立的機構 其實他不是一個機構 他只是兩個人 他有首席和次席 然後就沒有了 可以的 兩個就是機構 很嚴謹的機構 所以其實我是很明白 我是很明白 首席 他應該說 好累啊 這陣子經常發生很多空間崩壞 當然了 臨時席得了鐘 剩下一個首席 整個機構就只有一個人 那你不貧能 一命病 是不合理的 你一定是很貧能的 當然你說 也是很典型的 他也是很典型的 就是魔法戰爭 那類型的形式 就是 阿學元長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 他厲害到 甚至給我的印象就是 他是比魔王厲害的 他叫做大魔公 大魔公 他這套有很多設定 有七位魔法士 有魔王級別 有大魔公 不知道什麼陳 魔王 什麼叫魔王 其實是什麼 什麼叫魔王後補 其實好像沒什麼意思 我好像過這麼厲害 魔王後補的定義就是 現在有個魔王 可能沒有的 是懸空的 即是 你再不是用一個更加 國家機構的 就是 第一王女 第二王女 第一王位繼承人 第二王位繼承人 即是 現在有個繼承人在 你才是有後補的 那現在的魔王是誰呢 沒有說過 死了沒有 不知道 你不要死了沒有 總之可能有一堆 那個王位空了一堆 有整堆人在做後補的 而有錯的地方就是 所謂的魔王後補的定義 是什麼呢 其實是沒有定義過的 他們常常說有魔王恩子 但魔王恩子是什麼呢 沒解析過 כ Engine Didnao Hindi 對 relevance 有DNA 可以確定嗎 七位魔法士 前後帶격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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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im 他賦予了一個魔王的名字 一個任獸外表的職能 然後他走的就是英雄的路線 這隊英雄不覺得 懂怪的路線 走的所謂很典型的正義主角的路線 這個又是日常戰鬥的 是不是冠過魔王的名字很帥 現在不流行這個Hero 我是悲劇型的英雄 黑王英雄 Duck Heron來的 所以Duck Heron就是魔王 所以我只定下一個魔王了嗎 如果這樣就不知道你定下一個魔王做甚麼 他講到魔王 魔王唯一的通常定義是 最終這個鬼 thinking 會毀滅世界 但你不知道為什麼要留住他 即你又覺得他後果來的 他未必是 我們不能殺錯良文 死不死了很多人怎樣怎樣 死不死你那麼多人 死不死矣 我覺得這類型的作品的犧牲單位是很兒戲的 總之配角就不是人來的 村民A和村民B就不是人來的 不能攻略的角色就不是人 不需要魔王他們 殺那些是沒有法律和道德的責任的 死了就死了 他不想的 他也是身不由己的 你應該體諒他 他都沒有加上過你的吵 你見到他多慘嗎 他還要受著魔王的力量的戰狼 我們要將心比己 他帶著一個魔王的心理壓力是很大的 你應該包容他 你應該愛護他 死者異議 我們應該對現在還在生的人 去保持一個包容心和慈悲心 去保護他愛護他 讓他成為對這個社會有貢獻的人 最後一句很難接受 我不知怎套你我就死了 你這個套路不像嗎 是所有的破壞 你的套路差一句 後面最後有個政府新聞主導過 我真的覺得 他是魔王後寶 他殺了三件 我明白了 其實這個國家 魔王就是國王 我現在這樣解決了 他說 殺了三個 如果他真是魔王 他殺三百萬 你是這樣 這個魔王 是不是 好的魔王 他殺三個 他是後寶 可能會殺三百萬 六百萬 可能會 你看到這個魔王後寶 他潛力 如果他成為魔王 他不會殺三百萬 他只會殺三個 他每天殺三個 那是不是對他人口有幫助 那是什麼理由 你說到他早晚三餐 那可能是你當一個吸血鬼 一個魔王級的吸血鬼 其實是一天要殺一百萬 但是他殺三個 老實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留住這個魔王後寶 給他 那是划算 划算 一天消耗生女兒 怎樣消耗法師 然後還告訴他 是很有趣的 學員長說 你想找回阿勝 你就只要找到這個七人魔法師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找到他呢 不知道 其實最後還是沒有解釋過 找齊了之後都沒有 找不到 阿勝自己掉了之後 就是沒有關係 其實跟那七個人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你說 他又很稍微介紹 說到 其實跟著又是 說到一些 他說 這個世界是不停輪迴的 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些所謂的黑陷是題材 是 黑陷在哪裏 要平衡世界 為什麼要 這個世界是很悲哀的 這個世界循迴了很多次 我為了打破這個平衡 我要悲哀的良迴 阿勝要對阿薩做什麼 其實是沒有告訴你 他要結束這個不幸的連鎖 但他怎樣結束這個不幸的連鎖 殺死主角 他沒有說是殺了主角的 其實 他沒有說是要殺他 其實他一開始是 困住主角在一個空間裡 讓他不可以混到七人魔法師 如果真的這個客觀條件 阿勝一開始就抓了主角 去雙宿雙差 這件事就解決了 他就不會認識到魔法師七人 阿勝是出事 他撿了一日之後 燒一手之後才知道這件事 而有趣的地方就是 最終我們的故事告訴他 當這個魔王和七人魔法師 一起之後 他一起的定義 不知道是什麼 火伴 這個世界就會毀滅 但是 開頭那本魔法書 就是受阿勝的命令 他是綁住主角 然後他說 王立守直那人其實是沒有用的 殺了他 其實一早就應該先殺了他們 其實你知道殺了七人魔法師 其中一個 預言就不會成立 什麼啊 校長叫阿勝去找出魔法師 就是校長叫阿勝去找出魔法師 就是校長叫阿勝去找出魔法師 就是 然後這裏又有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這裏又是開盤的 兩個學員理事長就說 兩個都是魔法大功能 我倒這個魔王後補 就是真正的魔王後補 我倒這邊的 那沒有東西 有錢人的換衣 我覺得很合理 發生了沒有東西 那當然 我真的不知道 這套東西是這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 這個世界的loop 七人魔法師就贏 其實阿勝是沒有機會贏的 就是 除非他可以讓那七條女搞八合 就是根本 聖上是解決不了問題 當然或者阿勝自己變成男人 可能有機會欣賞 都知道世界都有機會的 我不知道 當然 在他的印象裏面 很明顯就是 當這個魔王支配了七人之魔法師 也都看到那個畫面 他們預言的畫面就是 那七人魔法師 那七條女兒 是沒有再浪費 然後趴下去 魔王那裡 怕魔王很威威地說 哈哈 你看看 這樣 就是 是的 這樣的畫面 就是 那七條女兒 被魔王支配 的情況之下 這個世界就會毀滅 沒有說 支不支配 我不覺得 只是為小寶 簡直說 我覺得魔王加七條女兒 都不夠大神功打 我覺得 大魔公 我覺得大魔公打 我覺得這件事真是 不知道 那個故事 其實真的沒有故事 有故事嗎 好想說他的故事 他次定也沒有 他亂吹 他也是在魔法戰爭那種 他這類型作品 都說 我是有一個世界危機的 但這個世界危機是什麼 我不能跟你說出來 總之這個是一個世界危機 而主角就是一個世界危機的關鍵 為什麼它是關鍵 你不要問我 其實還沒想到 我不知道 現在有女兒 有女兒 有女兒 有波有波 有星有星有 有樣有樣 有身材 有身材 金髮也有 黑髮也有 你還有什麼滿意 所以說看女兒 沒有那麼多寸散 這裡有齊了 所以這套就搞定 明白嗎 所以這套簡直是不知所謂的 我也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在今集裡面 所謂幻想主題 這一類型的東西 其實近年真的做得很差 但他的銷量 好像今天說的作品之中 最高的一套 以賣碟而計 有女兒 有姓優 有大有西 有高有矮 最差好像是第一套的日常系 和Chika 大家都明白 在日本裡 一直都是 所謂劇情向崇小品 生活向那些 其實一直的銷量都是不好的 即使你 你的劇情是多好 都好其實你不會勝得過這些 其實是 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你這樣說 Idle Master Love Live 是中槍的 他們在另外的銷量裡面很好 另外 你營收 你在哪個位置吸彈 不是那個賣碟很好 隨便吧 去到這裏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